一件事叫做燃油庫加費 變成很多海外訂單都是虧了運費 我們就想怎樣追回運費呢 幸好南麗邦的歌迷全部都很有品質 我再發一條連結給他們交這個運費 其實這個都發出來之後 都有一些自己不好意思的感覺 不好意思,還欠一些燃油庫加費 我想到一個最好的方法 就是情緒勒索他們 好啊,怎樣呢 我發出來說,你們所有美加英國的朋友 其實你們所有訂單都有這個運費差額 但是我不管了,我全部貨都發出去 因為我知道你們在等 不過如果你們是一個有品的歌迷 我們就會給這個運費差額的連結給你 其實可以給都可以,不給都可以 不過如果你們不給,我就知道你們是誰 對啊,因為全部都是你們 這個不是淨水浴庫,這個是恐嚇的 這個是兜花粥的 看路的,自己看路 我怎知道我的歌迷全部都很好 如果他們的歌迷不屈,就會追問我 我給不到錢給你 其實我是所有運費差額的差額 我是全部收縮的 哇,這件事很有愛啊 很有愛啊 所以我很感謝所有 我不知道有沒有海外的朋友聽 如果你有收到我的鈴鐺 其實我們全部都是情緒勒索 一圈圈主持,阮兆祥,天恩 總有一圈圈中你 今天圈中的這位嘉賓 可以說是有一件非常開心的事跟我們分享 因為事隔了,應該有九年 二零一世年的時間 是上一隻府外的大碟之後 再一次推出他的大碟 他是幫忙,林奕邦 新年快樂 大家好 你看到幫忙真的是 飄飄亮亮地,死去活來 是 是 是 這樣形容嗎 這九年是飄飄亮亮地,死去活來 真的嗎 真的挺貼切的,實實 其實初初想這個Deadman 其實是我們的創作主持人 就說林奕邦,你今時今一定浪得起 死去活來,死去活來,死去活來 當然,之前這麼多年停了 又經歷了很多事情 大家都略之一二 我也覺得都可以 死去活來,死去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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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包一包裝 我就選擇了 叫做飄飄亮亮地,死去活來 今次這隻碟就有黑膠版 有Cassette版 跟著也有Digital版 就是不出CD 就是不出CD 這是我第一個想問的 出碟,出碟就沒有了CD 是你專程的 是專程的 是 其實老實實 你今時這樣找個 我黑膠唱盤 反而可能更容易 找個CD 老實實 譬如我家裡的舊CD 我想聽回來 我都覺得 糟了,我家裡 電腦也進不了 沒有Digital 電腦已經沒有CD 那一格 你也不會像以前 有一部Hifi 或是有部Boombox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出黑膠 我這麼多年來都想 其實我上一隻苦岸 我已經想出黑膠 但最後是聊聊一下 就沒有事成到 作為一個DJ 其實我經歷了很多年代 雖然我樣子比較年輕 是 快點說 同意 他還未出聲 搞錯 因為當時做DJ的時間 我們拿了一張黑膠碟 不如以前我作為一個歌手 我都曾經出過黑膠碟 你整張黑膠碟擺在手上的時間 你首先那個Cover 質感更實在 真的好像擁有一個藝人的一部份 每次你聽的時候 你會珍而眾之地拿一個唱片刷 慢慢去擦乾淨裡面的塵 然後才珍而眾之地放在唱片上 再放一些唱針進去聽 整個聽歌的儀式感 和我現在在電話上按出來 是兩回事 因為我不知道以前你們有沒有這樣的習慣 如果是聽黑膠唱片的時間 你真的會趁著我聽什麼唱片 而你家裡會製造燈光的氛圍 甚至你喝什麼來聽黑膠碟 也會有影響 其實原來聽黑膠碟 是會驅使你這麼有儀式感 因為你平時 你只按著電話去聽歌 其實你可以在我洗碗 或者在接衣服 只是背景音樂 雖然我家裡暫時沒有唱盤 其實我還沒有唱盤 但是那次我拿著石碟 上去我們的Mixing Engineer Mixing Engineer Studio裡聽 其實他有一種魔力 是不知為什麼 令你坐定定去聽石碟 是真的令你坐定定 當然我有一些朋友更加瘋 他們會上網 beat 一些很罕有的黑膠唱片 都是打碟的 都是吵黑膠 其實他們每個人都說 不知為什麼黑膠做魔力 是會令你坐定定去欣賞音樂 即是專注在音樂上面 對 如果這隻碟飄飄亮亮地死去回來 讓你幻想的場景 你希望聽眾們的儀式感 放下唱盤開始播放的時候 應該是在做什麼呢 拿著什麼飲料 首先點燈 先點燈 教暗燈 我覺得喝什麼不是很重要 但我覺得這隻碟 挺適合自己的歌 我相信 其實和我一貫林彥邦的歌 我覺得最容易享受你自己 很正正地的一個題目 因為自己聽的時間 是自己整個人去浸淫在裡面 而且你會思考 你要思考 所以一定是比較靜局的一個環境 慢慢消化 這次又推出這張全新黑膠唱片 這次出唱片的時候 和過往你出唱片應該都很大分別 因為很多事情都要你自己下手下腳 是啊 其實上兩三個星期 我覺得是人生中最打大腦的一次 真的打大腦 因為這麼多年來 有唱片公司 其實你出調 你不用煩貨 即是那些銷售的東西 其實不要說 剛剛之前那兩三個星期 其實剛剛這一兩個月 其實自從錄完石碟 交了霧帶去印刷之後 其實之後所有東西都是行政的 簡單如教對的歌詞 教對的歌詞 我覺得其實整件事最複雜 是我怎樣去設置一個網店 一個網店 一個網店 然後網店又要申請收費方式 上卡 都是你弄賣嗎 都是我弄賣 當然有些人幫忙 但是始終最後要交一些BR出來 這樣 然後去核對所有東西 其實都是我 那些貨物 來了香港 因為這些碟是德國人 來了香港 又要安排一些運輸 去印刷廠 去入碟 然後再安排運輸 去不同的 譬如批發箱 或者回到我工作室 到這碟出的時候 我就拘捕了三個朋友 我們四個人是自己處理了四百個訂單 是真的 幸好有人幫我們接好一些商 那我們就入商 對貨 要連回那些速運的貨物 這些都一手一腳自己弄 對 之後就是開始做客戶服務 有些什麼呢 有些人會忽然說 譬如最好笑的是 我收到這碟 你的歌詞書只有八頁 你沒有最後四頁 你可不可以補給我 然後怎麼辦 後來要拆開一頁 只有八頁 之後又發現 原來宋海外的碟 我們預先設定了運費 免得這麼煩 即是一個很標準的運費 譬如我去美加的運費 去英國的運費 去澳門的運費 後來發現 我們忘記了 有一個叫做燃油附加費 哈哈 這個兇油 你首先兇油的費用 但原來有一個叫做燃油附加費 變成很多海外的訂單 都是虧了運費 我們想想 怎樣追回運費 幸好 南麗邦的歌迷 全部都很有品 即是我再傳一條連結 給他們交這個運費 其實這個都 傳出來之後 都有一些自己不好意思的 不好意思 還欠一些燃油附加費 我想到一個最好的方法 就是情緒 索他們 好啊 怎樣呢 我報告出來說 你們所有美加英國的朋友 其實你們所有的訂單 都有這個運費免壓 但是我不管了 我全部貨都傳出去 因為我知道你們在等 不過 如果你們是一個有品的歌迷 我們就會給這個燃油附加 這個運費差的連結給你 你們其實都可以 不給都可以 不過 如果你們不給 我就知道你們是誰 哈哈 哈哈 是啊 因為全部都是你們 這個不是靜水樂梳 這個是恐嚇 哈哈 這個是收花束 不是 自己看路 誰知道我的歌迷是全部很好 如果他們的燃油附加 是會追問我 我給不到錢 我給不到錢 其實我是 我是所有這些運費差價的差額 我是收縮的 嘩 這件事很有愛 很有愛 所以我很感謝所有 我不知道有沒有海外的朋友 如果你有收到我的燃油附加 其實我們全部都是情緒樂索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每個歌迷都很疼愛你 疼愛你 真的很好 因為我覺得 怎樣看到那些樂迷 多疼愛一個歌手呢 就是 他們每一次出新歌的時間 他們真的會小吞你的歌曲 是的 我很 小吞到不得了 你想不到 好像一個專業樂評人 跟你去談那首歌 跟你去分享他聽完那首歌的感覺 譬如我們要看回 不如我們說回《我怎麼寫得走》 這首歌 也當我們今天 我們跟大家推介的這首歌 好 我看到在YT的連結下面 很多人都會寫一些 他們對這首歌的感覺 他們也很坦白很直率地 把他們那種感覺 和林奕邦一起分享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有 有 其實這麼多年來所有網上 你說 在YT上面的留言 就是我Facebook IG的留言 我的DM 甚至乎再遠古一點 你說回那些圖倫區 甚至乎再遠古一點 即是那些職員 我說出來也不好意思 好笑 其實我很多都看完 因為以前真的有歌迷 會記錄下所有職員給我的 真的 他怕你看不到 再遠古一點他們 記錄下所有職員給我 哇 其實我覺得 這麼多年來做歌 其實最大滿足感 令我覺得 我是要繼續做的 就是我每次出歌 或者出唱片 任何事情 其實我都會有一班 很好的歌迷 他們寫一些很深入的感受 寫一些很深入的評論 令到我覺得 他們會告訴我 我的歌不是很簡單 但某程度上是幫助他們 熬過一些低潮 怎樣也好 或者令到他們覺得 有人明白我 這個關係 我覺得是很密切 不只是林奕邦給一些東西出去 而對面 歌迷也有些感受 各樣的情緒回饋給你 然後他會打一篇文章 寫一篇文章 跟你說 那麼多年以來 你有沒有其中一兩個 印象很深刻 記得當時有一個歌迷 他寫過一些東西 或者他打過某些字給你 你是很難忘的 其實我想有一堆 就是我那幾年 休養那幾年 大家不太看到我那幾年 其實我想我是一直 不要說每天 隔幾天就會收到一個DM 就是說知道你身體不舒服 我們都在等你 但是你不用心急 我們無論如何都會等你 其實那幾年我真的 很大原因是因為 那麼多人來DM我 留言給我 我才覺得 其實怎樣也好 都出來了 盡量 我想是到 我出生之後 就是剛剛這幾年 歸位之後 其實都一直有些朋友 去DM我 其實我這幾年 因為周遭所有事情 其實我的情緒都很低 其實我很多時候 都會聽著你某一首歌 而令到我捱過一些 我覺得差一些 不得的時間 這個我覺得很震撼 我有些少許覺得 我何德何能呢 我作一首歌而已 但是 對 我收到這些詞詞 我都很震撼 不要少看每一個DM 我覺得那個力量 力量也好 哪怕是說一句很簡單的加油 你不知道對方來說 是有多重要 所以其實我現在都不認識 我對我的朋友 甚至乎一些 不是很熟悉的朋友 我看到他們 譬如有些事情 我都會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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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怎樣都好 有時候可能你真的 你會覺得 我這些事情 可能未不足到 但是你不知道 當時人 他可能收到的時候 真的可能對他 很大的鼓勵 這首我怎捨得走 這首我怎捨得走 就看到在幕後的朋友 包括還有作曲的 馮苓琪 幫忙自己填上一次 編監 有何山和Josh Yeung 沒錯 這首歌 還有顧定軒 這首歌的出現是因為 因為我那時候決定要出唱 我欠了一首歌 那我就有點難 還有到最後一個詞 因為整首歌都有很多不同合作的人 有很多 之前你說醫生我沒有病 鬥 其實前寧唐人街 都是跟一些未合作過的人 我覺得到最後一個詞 我想跟一個 我很熟悉 真是陪著我成長的一個 音樂人去合作 那是馮苓琪小姐 其實我有兩個選擇 其實一個是徐繼忠 一個是馮苓琪 但是徐繼忠當時交的歌 我都覺得好像不是很適合 不是的 阿中的歌其實全部都很好聽 我實際上覺得 沒有什麼 我覺得很吸引得到我 去到最後一個詞 其實那時候都沒有很清晰 要找馮苓琪 只不過年中的時候 有一晚 忽然間馮苓琪小姐就打給我 我跟鄧小巧在你家附近 你有沒有家 然後我說是 我們殺上來 女兒就買了兩袋 打欄 他們真的要買打欄 打欄 就是打個欄 就是打個欄 其實都是想著大家 休息一下 吃東西 但我跟馮苓琪說 其實我現在的唱片 欠了一首歌 你有沒有興趣幫我寫 真的 他拿去反應 好啊 幫我寫 對 我覺得整件事很適合 因為馮苓其實是 我入行的時候認識他 幕後的時候 大家有試過一起搞一個 Live House 當年 到之前我幾年 就是我幕前停工的時候 其實我當時沒有什麼 跟行內的人有聯絡 唯獨是鄧小巧和謝國偉 因為我們是要做 鄧小巧和謝國偉 那時候是有窩心的位置 好像跟老朋友聚咎 去到Sano 就覺得我既然有個老朋友 不如有個新的朋友 Sano也是很適合 其實我最初都沒有打算找Sano 即是自己唱了 本來是想著feature 另一個不是很認識的人 都是feature 對 但到了最後 監視是何生 其實那一段 其實是適合一個很青春的 聲線的男生去唱 其實真的是Sano 而且整件事 雖然好事理所當然 但我覺得是合理 因為Sano剛剛這兩三年 有很多緊密合作 他之前的歌 其實我原來已經幫他製作了四首歌 那你演唱會又做他的嘉賓 他演唱會又去看 所以這個合作也是理所當然的 但曲色方面 最初跟Vicky的時候 是Vicky自己發版 我想寫一首類似的東西 還是你跟他聊的時候 已經有這個 其實我也沒有特別跟他講 什麼曲色上面的東西 我反而跟他說 其實去到最後這一首歌 整支碟最後這一首歌 我想一個功效 有一點像當年我跟他做 鄧小夏第一支碟 的最後一首歌 叫做《不約而語》 我跟他說 其實我也自己 想有一首歌 好像《不約而語》 這樣的功用 我記得我寫了一句英文 給他跟他說 整首歌的概念應該是這樣的 I have seen it all But I still want to see more 其實我已經看到很多東西 但我想繼續看下去 就是這一句 就是這一句 然後按到 就交了一個展示 交了一個展示 其實展示非常簡單 是他自己坐在琴上 應該是找個電話去錄的展示 其實也很明顯 其實最初都沒有想著怎麼處理 是去到最後 大家摸摸摸 覺得其實去到最後一首歌 尤其是之前很多很重的歌 譬如《命》 《生》 《不約而語》 其實最後不如大家都開心心輕鬆 這樣去做這首歌 所以你寫詞到 有首曲 到了你寫詞的時候 你都故意寫到 是很輕鬆很愉快的一首歌 我有一點點玩字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 例如 第一段是高 穿上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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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低 又大小 那 是為了 我怎麼寫的 就是真的神來之不 到最後那一首歌 我才 我突然覺得 我怎麼寫得 我怎麼寫的 這五個字 然後就上網上Youtube 還有那個人頭碼 那一個廣告 那裡 就上網上去 我想 比較年輕的朋友 不會知道 那廣告 那廣告 是當年很出名的 所以就放上 那個乾陰的廣告 那一首歌 還有那個訊號就是 香港有幾好東西 我怎麼寫得走 但對於我們來說 最印象深刻應該是那幾句 大那幾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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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測試 寫這個的呢? 那個音是你會感覺到什麼的 我沒有打算寫大鑊的 大病我想放下去 大脈我想放下去 有什麼再平衡 我初時想大鑊好嗎? 試一下吧 現在放下去我覺得挺好笑的 那幾個位置很輕鬆 馬上記得了 試過大脈 對 而且顧定軒知道你找他唱之後 他是不是開心到瘋了 他沒有開心到瘋了 可能在你面前沒有瘋出來 在你面前瘋了 你知道Zeno是兩個樣子 要麼含手搭搭 要麼很開心 眼睛睜得很大 他永遠都是隻眼睛 是嗎?是呀?真假的 QQ的Zeno 所以有這次的合作 有這首《我怎麼捨得走》 在這時間我們當然是時候 沒聽過了 在這時間我們先一聲 待會回來我們跟幫忙還有很多話題 關於這首歌或這首歌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專題再見 一圈圈和你圈中生活娛樂大小事 直到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下小鈴鐺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到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雙台節目重溫 快點啦 快點啦